我們現在來寫程式讓它真的會亮喔 那您看一下我們左手邊 左手邊這邊就是那個Google Blockly的功能 那您可以把這個當作是一個幕幕 有些老師可能有用過這樣的Scratch 它跟它其實是一樣的 那在這裡面呢你可以看到就是我們在這邊 開發板LED燈 裡面點壓這個機幕都跑出來了 所以呢如果你跟開發板關的它都會放在這個相同的這個目錄裡面 跟LED燈有關的都在這個裡面 但是你看不到一個東西叫麵包板 因為麵包板只有連線所以它不會有它不是元件 所以你看喔我們先找一個開發板 點進來之後按一下拉一下就出來了 好但是我們的板子是什麼 這邊Smart 還有我們現在玩假的透過模擬器 這樣子就好了 一個原則跟我們電腦開機一樣 各位我們電腦是一開機馬上就聽到問七問十嗎 沒有 它是先透過黑色的畫面 請問要做什麼 是檢查硬體 主機板 記憶體 CPU有沒有正常 所以我們也是一樣 你玩這個東西你要先告訴它 你有什麼東西 怎麼樣的硬體在這裡 我有一個板子 還有一個LED燈有沒有 所以我就在找LED燈 有沒有發現最上面這個 不管哪一個元件上面是不是都有這個紫色的 都是設定它的角位 因為你插在哪一個角位 你要先設定正確 我們剛剛是不是接在05 對不對 所以你要先把這些基本資訊告訴它 這樣你才有辦法控制它 這樣你了解了 好那你要控制它 LED燈也全部都在這個LED的積木裡面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叫閃爍 丟出來 這樣就好了 那如果您不小心積木錯了 你可以把它丟到旁邊 有沒有 也可以按下Delete 當然如果你堅持一定要看到垃圾桶打開 你可以丟到右下角 垃圾桶會打開 這樣你有看到了 所以如果你這樣 層次就寫好了 怎麼執行 右上角有沒有看到YouTube那個Play 對不對 好按下去 有沒有就會閃了 這樣你了解齁 今天是死了對不對 如果你想玩真的 我就把這個換成WiFi 那我已經有接一台上去了 所以我把我們家寵物的名字放上去 我就盆累一下 有沒有在閃 有 空置真的跟空置假的有甚麼不一樣 都一樣 這樣你了解我意思了齁 所以 來吧 給老師試一下喔 記得開發板拿出來 LED燈腳位先設定好 你要空置哪一個元件 就是那個元件下面的積木都在這裡 都在同一個目錄裡面 來 還給您 那您也可以從我們的這個 簡報的第30頁 簡報第三十頁明年可以看到 我寫的那個程式